大家開心,我們繼續Encore Come and speak with me 大家開心,我們繼續Encore Come and speak with me 越分越點 五點多多點 歡迎三位 朱老師 陳百 真是 差點叫你竹老師 對,恭喜發財 第四單位 好,全新一輯的《越講越諜》 我們今期的主題叫職業萬花 這裡要問兩位老師 據我所知,現在很多以前的職業 現在已經沒有了 對,譬如寶鑊 寶鑊 寶鑊… 寶難鑊 對,看這種混亂 你就知道老廣州才拿出來 是否當時踩著單車 街頭一直喊著街頭 哪有單車,最早是擔住 然後去帽 帽,我是擔東西的 對,後面有偷著一個炭爐 是爆湯是吧 薄是薄是薄 你的左手 薄,好,薄 薄 那時候到處呢 你聽一下 好 衣… 上粥 醫生 就是看…看醫生 我都沒聽清楚,你再叫多錢 衣… 上粥 真的很慘 知不知道甚麼叫衣上 知不知道 衣上 是啦 衣上甚麼 粥 因為我們以前浪衫要拿粥的嘛 他就擔著這些粥 到處賣就叫衣上粥 是把衣服收了 這是賣竹子嗎 是啦,賣… 他是賣竹子 你正在說解放前的事 不是,解放… 解放… 我一點印象都沒有 所以你不懂 還有,你再聽一下 好 夜…香 就是… 英文的夜 夜… 夜… 來吧,妹妹 來吧,妹妹 完全不搭配 狗不搭配 夜香,懂不懂 夜香就是紅色 懂不懂甚麼叫夜香 夜香 啦 夜香,我告訴你 那個時候呢 就是沒有抽水馬桶的 每個都拿馬桶 那第二天早上要 就是半夜生間要倒屎倒鳥 那就叫做倒夜香 你知道嗎,很好 倒完夜香 一個月就在門口 它會堆翻 番薯、青菜、芋頭 那些農家人種完之後放回 因為它拿了夜香去淋 然後放回 所以甚麼叫環保 甚麼叫生態 甚麼叫綠色 這些才有真正的綠色 然後每個月就在門口 把番薯 就是夜香可以換番薯 是呀… 這個買賣做得過 是呀 現在這些工資都還有嗎 沒有 沒有 現在我們都抽水馬桶了 所以還去半夜倒死了 但比較遺憾 可能現在看電視的朋友 基本上特別年輕一代的 已經不太知道這些曾經的職業了 沒有了一種職業 我覺得不是遺憾的 可能是一種進步 是呀… 好的,謝謝兩位老師 是的,喚醒我們同時的記憶 謝謝… 好,馬上開始 今天的四組學員 對,今天是一個特別的節目 不是,是一個特別的賽制 因為今天是我們的擂台賽 對,因為我們上次產生了一個擂局 對 一個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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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的擂好 就非常厲害 但這個擂組呢 現在還沒先出來的 對… 我們要先請第一位學員 初千惠 juice 大家好 我給你初心來 擺這神遠 擺這廣州 raj clear 之前我是一直做一個廣告模特 拍出了很多雜誌 以及廣告 我現在的身份呢 就是一家餐廳的老闆娘 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吃辣 又比較喜歡金融的武俠具 所以我們餐廳都是以辣和武俠主題為元素的 剛才我以為廣州人不吃辣 我開了餐廳之後 原來很多人在廣州都吃辣 我的爸爸都是跟他們學習的 譬如他們都會跟我說 老闆娘,可否打個折 老闆娘,你們這裡有甚麼對食菜 我覺得廣州就是一個包裹性很強的城市 我也希望我自己的事業 能在廣州打出一片小小的天下 請友好廣州,只有人很好 都可以與廣預定 我說得不適合,你補充一下 酸菜魚 但是我們的餐廳是一間武俠餐廳 這個菜我們叫猛龍館 你的餐廳是一間沒有客的餐廳? 對,沒有客 我做得這麼開心 有客是沒有客主題的餐廳,在宜安 甚麼有客也沒有客主題?不明白 好了,算了,一會再問你 猛龍過江… 江湖蒸白 你不是酸辣海鮮嗎?搞這麼複雜嗎? 今年是甚麼菜? 雞 田雞 雞 我爆敲 我們叫… 金剛毛營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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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關計時 拿一盒 好,香如十八掌 好,謝謝,真的很香 但是你們幾個不斷捧下去 不然我沒心機做節目 我想請你們吃 還有請我們評委,兩位評委來吃 試試 好 全部拿到我們評委的口袋 好 好,讓大家試一下 好 不要說吃 只是聞到那股香味 都沒心機做事 不是,不是給我吃的 都沒有筷子 你明白,好了 我現在為我們的裸局 感到有點危機 因為我覺得她太懂事 我知道一上場 就是那麼漂亮的一個美女 又送菜給大家 我覺得 對呀,又送色,又送菜 沒有色啊,就是漂亮啊 就是色啊 廣州人這個很重要的 叫食生涯 對呀 就是色、香、味、俱傳 好,好,那真是真是 作為一個這麼漂亮的老闆娘 其實有什麼優勢呢 在那餐廳裡面 真的覺得 很多客人會來看你 和你打招呼 就是很多客人都不是來吃東西的 是來看你的 當朋友朋友這樣 好,那我們現在重新研究一下 你那個餐廳的名字叫做 姜湖掌門 是嗎 你說武嚇餐廳 武嚇主題的餐廳 他的主題是武嚇主題 武嚇 武嚇 就是入春去呢 你先打一下什麼詠春拳 打一拳 你才可以進來吃 武嚇 武嚇就是沒有蝦人 你更厲害 那武嚇是什麼 武嚇,我剛剛懂 哦,我現在才知道 所以他的菜名 全部都是武嚴中的秘籍 這難怪不是那麼簡單的名字 人高到武功 對,明白了,明白了… 已經有1000分的底分 接下來要靠自己爭取 快問快答 答得快,好世界 每個選手有1000底分 在30秒時間便作答 每答到一題得100分 答錯,不扣分 30秒,計時開始 找哪位 找哪個 對的 弄壞 弄壞 對的 拼命 拼命 對的 拼字拼 拼字拼 錯的 反口 我什麼來的 反口 這支頂嘴 錯的 巴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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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渣巴渣 吃東西很香 這樣就暗暗 巴渣巴渣 巴渣 你演出來吧,媽子 你懂不懂說的 這樣說話 你真是 動不動,你就叫我說話 你又不付錢,是嗎 巴渣 就是捉主婦的角色定位 是吧 這個渣就呼呼的 我真是非常遺憾 這次我們兩個平衛 所謂的老師失去了打分的機會 如果不是的話 曾經有一個機會放在我面前 然後怎樣 然後如果是有的話 這次如果有的話 我會給他10000分 我會給他一個問題 喂 我知道你吃了人 口圓 我沒有吃,我還是聞到 對,聞到就已經這樣 舒老師,他吃了人的東西 他沒有吃了人 你說話清楚一點 不是,他現在沒有吃到人 他聞了東西 他也這樣加分 你說如果他吃了會怎樣 聞了東西算甚麼 我直接看著樣子 都給了1000萬 那些男人怎麼會這樣 對,那些男人就是這樣 對,你當年沒有享受過這種待遇嗎 小羽,打他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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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老師 老師,不敢,不敢,不敢 這不錯,這不錯 打對多少錢 打對多少錢 三個鐵 1000加300 1300分 初千惠小姐 有錢 好 這次付我們的洛伊菊 上次的表現 他打對了四個鐵 你怎麼對我們的雷祖戀戀不忘 那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 不是過去 但是他馬上就要上台了 那既然你這麼 這個觀念 我們的雷祖 你的好朋友 我們就請他出來吧,好嗎 有請景秋 景秋 景秋 我又來了 大家好 恭喜發水 大家好,我是江超 很高興我又來到了 《光雨天》這個節目了 我知道 哦,真的,這個我知道 你很爸爸,厲害嗎 對的,我對的 我是江秋同學 1700分,一騎之辰 有時候看來比賽並不是靠技能 而是靠運氣的 哈哈 我覺得我了解粵語 就是從咱們這個 日光 日代這個節目當中來 來學習到的 能參加這種節目 又可以娛樂 又可以掌知識 這是一件特別好的事情 恭喜發水 大家都在聽發財的嘛 恭喜發財啊 但是經過你上一期的表現呢 特別我們金曉雨 剛才給了你一個很帥的外號 怎麼說 金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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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金曉不就是他名字嗎 江超 不就是金曉啊 貌似好像不太像 金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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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樣子也不太像 他讀出來呢 就讀的發音很像我們廣州話 經常贊人的一個詞 什麼? 金曉 金曉 就說你很厲害 哇,金曉 大輩 金曉 啊,厲害,厲害 好吧 因為你要好好的表現 表現 因為他跟我有一個賭 怎麼說 他覺得你今天還會發揮得很好 當然 我覺得你上一期只是命好 今天肯定要死的 這個不見的 死以後把你拍在地上的 好,那個 跟你說 上期我真的是運氣好 可是我這次要來呢 好運不一定都會在我身邊 所以我回去之後 我拼命地練 拼命地學 上次你只會兩句話 這次你還學到了什麼新的粵語 大家好,我要來囉 哎,哎 哇,好不容易吧 又進步 對不對 多會了一句啊 挺秋 哎,我覺得你都是會說一些打招呼啊 就很忽閒的話 很客套的話 你能不能說一句比較深情呢 對著我 哎,哎 男人對著男人說很深情的話 男人不能深情啊 哦,哦,哦,不是 主要是對著你深情 我們兄弟之情啊 也可以很深的 哦,好,好,好,給你們留你們二十字 你好Silly啊 哎,你說的是你好Silly Silly是好笑 Silly 我還是覺得你在 我欺負你 我欺負你啊 我欺負你啊 欺負你啊 我欺負你 偏偏欺負你 對吧 為何偏偏欺負你 對吧,對吧 你看,你這麼不相信他 他還對你那麼好 好,啊 我們 敬超同學 馬上要挑戰第二輪的 答得快好世界 網民看啊 三十秒開始 好發發 碎嘴子 討厭 話太多 對 發王 圓丁咯 看花的咯 照顧花的咯 你還說你沒露題 我沒有露題啊 哪也 這個不是 哪也不是 翻了翻了 鞠家公 保姆 鞠家公在家裡工作的是什麼 對不對 鞠家公啊,我聽得懂的 泥水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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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公 最後一刻 我答對了沒 你確定你沒有告訴他過題目 我發誓,我沒有 我發誓他沒有告訴過我 你,我發誓你不可能知道 泥水樓 泥水樓 為什麼我知道 為什麼呢 我們司機小雯以前就是泥水樓 我有一次問他 他是說廣西的嗎 他問他,我說小雯你在給我開車之前 我告訴你,你做什麼的 我泥水樓啊 我什麼意思 水樓子 他不是 我是工地工作的嗎 我說工地做什麼 水泥公啊,泥水樓啊 我跟你說很神奇的吧 你看,就是那麼厲害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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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在節目組,你們以後出題目 不要根據嘉賓的採訪內容去出 這樣可沒意思 他都知道了 所以真的不要被他外表投入 這可厲害了 我們掌聲歡迎 今天還是拿到了一千四百分的 金秋 恭喜發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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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怎麼樣 認輸了吧 認輸了吧 雖然他起一點不錯 好,我會在接下來的環節裡面 慢慢地把他的分給扣下來 OK,馬上來帶來這位來自 內蒙古的張祺同學 哈囉,大家好,我是琪琪 大家好,我叫琪琪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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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在廣州的珠江新城這邊上班 每天呢,就負責幫大家介紹 我們這個 廣州新城市的這個區域 有多麼漂亮 其實啊,說到廣州最新 最時尚的這些區域 和所有的東西 我都是非常了解的 但是想融入廣州 我覺得 一定要學一些廣州話 來廣東之前啊 專門在網上學了教學視頻 謝謝你們的名字 但是呢,我發現來廣東之後 根本用不到 後來還是我的同學 每天一致一致地教我 包括我自己看電影 慢慢地學會了粵語 希望可以通過考官來考核一下 我的粵語 到底學到什麼樣的成果了 那,加油 琪琪來自什麼孟國 是啊,是啊,大桃園 那你的廣州話水平是 二十幾年前我都不會說的 一句都不會 但是呢,今天呢,我練了學校 很多小事,我想我都會說一點 他今天練了很多小事 就是今天才開始練的 是啊,是啊 曾經都做過電視購物主持人 是啊,琪琪哥 我聽人家說你,你主持也很厲害 你聽說而已,你自己不認為是嗎 我覺得自己也很厲害 今天我覺得這裡也是挑戰你的 那你挑戰我呢 對啊,因為我沒買過爺爺,只有他 他要挑戰你 對,他有這個想法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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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嗎 你不覺得有點,有點荒謬嗎 啊,老師,老師 對不起,對不起,老師 粵語不是你現在比較要學嗎 你要學什麼 學做人 好好好 那你打算怎樣挑戰我 說我要不要先學做人 你不用做人,你先做事 你銷一下他這件衣服吧 好,大家好 現在是我們的賣議時間 大家看到了 今天我旁邊這個呢 就是我中國超級著名的主持 要把我賣出去了 是,一斤小魚 沒錯了 他今天站在我旁邊 你真的是真的 你看到沒有 他今天是不是很漂亮 哇,這條裙 哇,是不是 哇,哇,哇 哇,哇 其實這條裙 不用太多錢的 你看到他坐的好像 二十多萬都買不到,是不是 但是今天只要九十九,是不是 哇,重要是什麼呢 為什麼這條裙 二十多元都買不到 就要九十九呢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是這樣的 重要的是 是即是 誰想試 沒有人說 沒有你陰謀 不會給我 給我 給多錢 你能不能加錢 哇,我最公義是吧 哇 終於 好了,買錯了 好的 好了,不錯了 剛才不錯了 果然是當過主持的 而且,對 而且是用廣東話 對 說我的裙子是吧 好啦,那我們來了哦 挑戰一下了哦 但是 今天他不是挑戰你 他就是挑战我们的女主 哇 好紧张哦 女主啊 同学发财啊 哎 你要说你另外学的那句话多好啊 喜富尼爱你 喜欢你 对啊 喜富尼特 我觉得江老师第二次来到 已经有点嚣张 是吧 特别又拿了1400分 努力一点超过他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 30秒 快问快答 计时开始 好累 好累 对的 工友 一起干活的同事吗 对的 建屋 新房子 建房子 对的 撈边行 那你行呢 对的 车衣 衣服 对的 撞板 撞板 撞 撞板 撞板 说明还是撞墙了吗 撞板 好厉害啊 白板 简直 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五题 我听到了 鲁鲁 鲁鲁 为什么 谢谢 谢谢 江老师 你知道今天情况很严重 一个就厉害过来 就比你厉害 一个就亮过你 比你漂亮 怎么办呢 没事 冰来浆荡 水来涂烟 反正两个论女的 对呀 说的就是好男不跟女斗的 江老师 我很喜欢你的 永远是我心中的偶像 谢谢 永远是我心中的偶像 谢谢 谢谢 两位老师解释一下撞板 他不懂 我不想解释 因为他在马上说他们是偶像 就是我们等一边而已 几十岁人不要玩合作 不是合作 人家一个都会拿鱼过来 一个一开始恭喜发财 他来都说他是偶像 就是我们两个站在一边 应主持人星狼哥的要求 解释一下撞板 撞板知道吗 有一句谐后语说的 叫床下底破柴 就是撞板 当时破柴 你看那把柴刀 这样破的 如果你在床下底下来破 上去就会有一块床板 那就撞板 撞板之余 还要破不开柴 那你就能不能够 所以撞板就等于是 普通话当中 烹钉子 好,恭喜 谢谢 非常厉害 恭喜… 珍此微微 1500分 恭喜 今天就最后一位学员 来自中山的主持人蔡宇同学 有请 小朋友 大家好 掌声不够热烈 我要唱我们这好听的歌 一起来好吗 喜欢你 那中间共云 小声更美人 愿再看我 欺负你 那海外面有 寻书说梦话 将在见你共爱 再见 嗨,大家好 我是财宇 大家都叫我小鱼哥哥 我现在做的是 小鱼电视节目的主持人 我来自东北 来自广东 广东这里 就是十几年时间了 我也很喜欢这里 还有这里的人 就是非常好心的 就像我家人 我家人那样 非常好说话 这里的无论是衣食住行 我都非常喜欢 可以说我在家里面 体重非常非常轻 来广东一下子放了三十斤 可以说广东是我的福地 大家好 今天都有很多小朋友 跟我一起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相信 我的小朋友一定会给我的力量给我 表明端 加油 我刚才想反映的是中山谷镇的 对 是吧 那是很美很美的地方 这个在外国特别出名 因为很多就是拜国的灯都是古镇 中山有两个很有名 一个是灯 不是 一个是 鱼锅 鱼锅 还有一个就是我了 什么 鱼锅是没有 鱼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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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鱼锅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就是 鱼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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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人 你可不可以说回广州话呢 我不是中山人 现在是 你不是中山人 我老家是东巴的 跟我一样老乡 东北人 听出来了 东巴 我也是老乡东北人 我沈阳的 大家哭我 其实我习惯也是东北的 我是大连的 我们都是东北人 大家都是东北人 今天是 我也是东东东北的 我东北的女婿 啊 啊 啊 哎 我们都有关联 先握我的手 你跟东北有没有关系 你说 做不出关系你就惨了 我是 美国的东北 对啊 纽约 纽约在东路啊 美国的东北也叫东北啊 也叫东北啊 一样一样是吧 咱们都是东北人 真能败啊 好 好世界 该时开始 折扣 对 开OT 开OT 开抽屉 错的 收家 剪头发 错的 铺头 铺头 就是门面 门市 商店 对的 熟行 熟悉这个行当 他熟行解熟悉这个行当 又可以勉强当对的 诶 诶 老师说 所以总共对了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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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懂的包括有开OT 这个你应该会的 我不知道 OT其实是英文来的 Overtime 哦 Overtime 加班 yeah 开OT 另外收家 不知道 对这个 这个特别娘的动作是什么 休家 收家 我就知道什么意思 收家就是丢脸 普通话 你全家都蒙羞 那你是不是很丢脸 是 收家 收家 其实这个收家 这个词呢 是看出 就是广东人的家庭观念 是很重的 嗯 所以自己丢架 没所谓 最重要就是不要收家 家族蒙丑 没错了 OK 那我们恭喜小鱼哥哥 多谢你 1300 1300分 不是位 好 好 好 接下来第二关的决战 马上有我们 认识小小扮代表 第二关 认识小小扮代表 四位选手均有一次答题机会 答对题目可得所压分值 答错导扣相应分数 每人有一次求助机会 包括求助现场观众和电话求助 使用求助机会扣100分 我今天能不能整天晚上 都站在这里主持 其他地方就你去游走一下 哈哈哈 哎 你不想跟我带在一块吗 不是不是 小鱼 老师 为什么 有点累 就 一来到这个 不能这样 我脚疼 一来到这个位置脚就不疼了 你就是看 你就是看有两女 就想带在这里 我不是那样子的 就是这样 肯定是这样子的 走这个 走走走这样 走这样 我怎么走这样 走这样 走这样 真的走这样 我有始至终现在都表现出很有 小鱼 很有爱心的一个人 我喜欢她 哇哦 对 因为你放弃了你的学生 这样就是最好的 slogan 几大就几大 销麦就销麦 我压 300分 请 闲固题 请问市桥蜡烛 在以下用法正确的是 A 阿辉真是市桥蜡烛 这次考试又拿了全级第一 B 金小鱼学 粤语好努力 就好像市桥蜡烛一样 自强不息 是真的 是真的 C 它表面好像关门别致 其实只不过是市桥蜡烛 D 我把男神姓韩哥 好像市桥蜡烛一样 这么玉树临风 哎 我告诉你啊 这个赞美我的 绝对是对的 B B 金小鱼 我觉得这一条肯定是不对的 肯定是对的 你就看啊 你就看写得哪个清楚 哪个就是对的 你看上一期节目没看你 经常走到别的角色 这次就老过来了 你看你 你们也一样嘛对吧 你看一下 这个 一写我这位哥哥的时候 就很不清楚了 有些描述他 都不是很清楚 就好像要把真正的答案 隐藏起来一样 所以你觉得应该是D 对不对 我没这么讲啊 我觉得 很奇怪 你到现在一直不问我 这个哪个是答案 我觉得很奇怪 你不会告诉他啊 对啊 是吗 那你要问他答案是什么吧 哥哥 你帮我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正确的啊 这个是什么答案 是正确的啊 你当我马拉佬啊 请 典故题 是 我问市桥蜡烛在以下用法 正确的是 A 阿飞真的是市桥蜡烛 这次考试又拿了全级第一 B 金小鱼学 粤语好努力 就好像市桥蜡烛一样 自强不息 是真的 C 它表面好像关闻别致 其实只不过是市桥蜡烛 D 我的男神姓杭哥 好像市桥蜡烛一样 那么玉树临风 咦 我觉得呢 市桥蜡烛 和自强不息 我觉得是有点关系的 我就告诉你 我都觉得是有点关系 但是关系不大 我的最不难 那我想试吧 决定 决定 确定 是 还改不改 不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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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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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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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賺貝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還沒看朋友圈的嗎? 屎橋蠟燭出名的是假細心 外面的心很油 裡面的粥體的心很粗糙 你說什麼事? 服務時間多 阿三, 你給二十萬元 就是服務到這裡 你是繼續薄水還是現在就灑水呢? 阿輝, 這個就是超豪華 超浪漫的足光晚餐 奇奇, 你聽我的解釋吧 不用解釋 你的心跟這個屎橋蠟燭一樣 都是假細心 再見, 再見 奇奇? 奇奇 我的二十萬元呢? 你死吧, 奇奇 我們恭喜身邊的千位 可以加上三百分 就是現在有一千六百分 不錯了, 暫時是最高你了 謝謝… 好, 我們到雷豬那邊 雷豬 你好厲害 你信不信 我覺得你壓多少分就扣多少分 我今天就不信心寫了 好啊 好啊 幾袋就幾袋 小米就小米 歐壓 我怎麼說 沒有百分 可以對不對 可以壓 沒有百分 沒有百分 還有五百分 五百分 來, 從現在開始 說對一次加一百 說錯一次扣一百 敢不敢? 稍等一下 看不敢? 好, 不能提示 看不敢? 幹不敢? 幹 說錯一次, 結束一次搞吧 3、2、1 沒有, 你不要抓緊 要導演 Action了嘛, 對吧 好 好猛 骨頭番薯骨 好, 3、2、1, 開始 幾袋就幾袋 小米就小米 歐壓, 五百分 來自的力 不錯… 好, 你答對了 給你六百年 OK啊 停 網友出題 平時上班的時候 上司最喜歡見到下屬做以下 哪種行為呢 A 打牙膠 B 學大腳 C 撒太極 D 掘尾龍 我先用排除法 可以, 可以, 沒問題 捷尾龍 這是一個典故 嗯, 什麼典故 典故講的是有一個 就是捷尾龍 它是一個猛獸 它無意間吃掉了它的主人 於是上天懲罰它 砍掉了它的尾巴 就說不定這屬於凡骨打的 我覺得你不用答 你把正確答案 Cancel到了 沒有, 直接扣掉五百分 不可能 你聽我接著講 哈哈哈 第二個, 排除C了 A 耍太極 哇, 就上兩個 對, A 和 B A 那個字我不認識 讀什麼 打牙什麼 打牙膏 膏是吧 但是我想什麼 打牙膏肯定是跟牙有關係 那牙有關係 就是跟嘴有關係 對不對 嘴有關係呢 就很有可能就是傳閒話呀 嗯 但是這種人討厭啊 嗯 你能分析一下拖大腳嗎 中國有個拖塔李天王 拖是這個姿勢 拖 把自己的腳拖起來 你用這個姿勢 是拖不起自己的腳的 但是你可以拖別人的腳 我幹嘛要拖別人的腳 哎 所以說為什麼說 上司最喜歡哪種下屬 就這個拖大腳了 啊 我們以前 不許鼓掌 不是 哎, 你講啊 你想, 你講 我們普通話中有一句話 叫抱大腿 啊 所以拖大腳 跟那個抱大腿 我個人認為是有關係的 啊 我以去 太有魅力了 老闆只會喜歡 這個拖大腳 我告訴你 我估計你今天輸定了 所以我覺得B是最有可能的 怎麼樣 兄弟 沒關係 不要太灰心了啊 忠於我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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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你確定是B 目前為止確定是B 嗯 現場有朋友 可以令他改變主意嗎 我給醫生獎名單 啊 哈哈哈 不要玩這種邪惡的遊戲 大家有沒有錯誤的 有沒有覺得我不對的地方 可以說出來 有沒有人能說服他 不選B的 身邊鏡 你看 都沒人願意去說服你 是沒人能夠說服我 都沒人願意幹這種事 好了B就B了 看看B是不是 對的 耶 哎 太棒了 哈哈哈 沒關係沒關係啊 失敗嘛 好我們說了出做得到啊 給 敬秋同學家鄉 六百分 哈哈哈 太好了 沒龍實際上 是… 你前面說是對的 他在那裡啪就回頭了 很快就回頭 就會叫風叫雨 就是叫是非 但現在真的很少用這個 形容人的行為 有時候我們都會… 就是搞風搞雨嗎 搞風搞雨 還有有時候 實驚無神摸回頭 就是… 繞回頭 整個沒龍 對,摸回頭就會說 打牙膏呢 就是這個牙關呢 我們叫牙膏 廣東牙 牙膏 你老是這樣打 這等於說話嗎 對,聊天 就是說這個鬧嗑 就是閒聊 閒聊 閒聊 閒聊願意上班都是閒聊的 跟下次閒聊的 而且時間比較長的那種閒聊 是嗎 好啊 儘管我很不願意 你現在目前的分數 已經突破兩千了 哈哈哈 乃居 太棒了 哇 我已經贏定了這個 我想問一下我們還有希望嗎 我們還有希望嗎 還有兩輪 還有兩輪 來,我們過來幾點用先 好 長期幾打就幾打 消米就消米 500分 停 綜語題 綜語有說 在廣式茶樓裡 專門負責全賽的人 稱呼為甚麼 A,打河 B,水桌 C,抵抵 D,孤梨 我每次去吃飯都是練女 麻煩 都沒有其他的 我要寫這一樣東西 這四個名稱不是你直接稱呼的東西 就不是你叫她的東西 對 是外人覺得這個工種的名稱 直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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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美 她是開餐廳的 是吧 對 她知道的 你應該懂的 你應該聽一聽她的 打河呢 是不是打河包呢 而且 水苔呢 那就很好理解 就是調酒調水的那個東西 你講的有道理 是 D,D,L,D,L D,L,D,L,D,L,D,L 那D呢 菇 又像咖哩 就是菇乳肉 你是不是做老闆的你 我是做老闆 你是不是做餐人的你 不是 不是 他們不是做餐廳的你 不是講自己的茶餐廳 你信不信我 那必不信 你信我的話 我個人覺得 D,L很有意思 D,L 你可以理解為拖地的 你可以理解為在滿地亂走 那什麼人 在滿地亂走 那什麼人滿地亂走呢 在 那個餐廳裡面 送菜的满地乱走 人家就送个菜 为什么到你那形容为 就是满地乱走呢 不是 你要说满屋来的 就满屋乱走咯 你要不要想想 看有没有可能会 我心理啊 好了 要决定了 选4 4 地雷 这个答案是 哇 多谢大家 多谢 您的答案是对的 但是解释呢 是大错特错 对 我就猜的嘛 瞎猜 字面上猜 对啊 那个delay呢 就应该 就是甘小鱼最厉害 de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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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来死吗 应该是 所以跟满地乱跑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那姑嘞呢 姑嘞呢 实际上就是苦嘞 这个答案唯独就是 姑嘞不会在这个茶楼里面出现 打河就是… 当然了 我想起我们敬爱的庄神哥 我们的美食家 他曾经在电视机 观众面前说 陈sir,你是我最好的打河 对 他说你做下手做得好 对 陈老师,这个水台是什么 汤鸡、汤鸭的地方 有很多水 要洗的,要冲的 你一路汤一路汤的时候 要拼命冲我的桌子 也是叫水台 好,清晰了 正确答案是禁止 你是答对了 500分拿下 小鱼哥哥 几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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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看起来怎么样 我们经常将洗浅阔卓的土豪称之为什么呢 A,大鹅牛 大鹅牛 B,大光灯 C,老婆 D,老虎鞋 老虎鞋 即是厉害 即是不便宜 连我都不懂 那是水鱼吗 你经常将土豪当水鱼 好像 不是 不是,应该是这样子说的吗 不是的,千万我跟你说 土豪是人家自己花钱阔卓 水鱼是被你压了,骗了他的钱 他才是水鱼 所以水鱼一般都是土豪 但是土豪未必是水鱼 白鹅牛和老虎鞋 就是你自己觉得是AD之选是吗 没错 土豪 吃啥 一灰一素,你好好选 选霸气的来 我选择 B,老虎蟹 老虎鞋 因为我说螃蟹每天是横着走的 你这是螃蟹的走的 对啊,是螃蟹 是吗 对,那你再选一个老虎蟹吗 老虎蟹是吃的吗 我没吃过 我没吃过 这老虎蟹 这老虎蟹 没有 刚才看到横着走过一次 最后锁定螺蟹海竹速土豪 对吗 好 好 好 700分没了 跳个舞伎蟹 哪个亮下吧 真改 真改 他不有很多孔吗 对 那个越大一个熬 他孔不越大吗 对 他那水不就流得快吗 对 那我们广东人把钱说成水啊 对 那么你想一下一个牛 他通过水之后 他现在那个水不从冬里流动 对 那么就花钱 花钱不就 花钱如流水 花钱如流水般 流不住啊 所以 所以当时呢就叫大鹿牛 现在呢就叫大花沙 对 全是一样 那能够解释这个老虎蟹 它是 老虎蟹真的是一种螃蟹的名字 它知道的很大的一种 真的有老虎蟹 真的有 600分 哇 我相信我还会回过来的 对 好 我们看看现在目前累积的总分 加油 初先为1600分 江超2000分 张琪2000分 蔡羽600分 两个都可以选是吧 对 一样挑一分 看谁挑的比较 好啊 那有先是 女士优先 露区 你太有礼貌了 露区 太荣幸了 好 那你赶心呢 我就要最小的了 对 猪蟹 猪蟹妹妹 妹妹 你好 好 先把这个拿给我 江超 第一个 那我们先打开张琪的礼品好不好 好想 是吗 是不是有东西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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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主 你上次拿不到的 一千块的水果现金券 是 我用了 谢谢 恭喜 很开心哦 吃多点水果养眼啊 谢谢 谢谢 露区 这个代表我的三名义是吧 是 一温 我爱 你有一温 我爱 你有多少 你看咯 哇 哇 一个塑料的花 金小鱼 你能不能有点情怀 镜头上都看不出那是塑料的 雷奇我跟你结束一下 因为正常的花它会陷 对 它会没了 是 这个永远不会 这也最便宜 对对 挺好的 好,调整时间结束 好,恭喜我们目前的两位 積分最高的 江超雷主和我们的张琪同学 马上转入 手法有,手慢,不要 好 第三关手法有,手慢,不要 现场催剧表演中有弱干度问题 四位选手抢答 答对一题得300分 答错,道局100分 大家好 大家好,我Jeffrey Tong又回来了 老板,你去度假这段时间之后 整个人英俊了,承认了 是吧 又是这样 老板,坐下… 先喝杯茶 真的很开心 天真 你真是像木一样 倒杯茶过来 喂,大石光啊 话实话 我走开这一排 你们一只二只 无穿无懒了 Cut 刚才她说 无穿无懒是什么意思呢 准备抢答 3,2,1 千万妹妹 我觉得是应该 餐厅里没有出错的问题 这个答案很抱歉 不能算年对 扣掉100分 抢答继续 3,2,1,抢 哎哟,雷祖 雷祖 就这件事情 你只要不做就不会错咯 不做就不错 做多就做多 对,做做做 错错错吧 是吧 雷祖真是一个聪明人 是吧 对了 所以经常聪明就被聪明误了 扣掉100分 某缺某缆 其实就是原来的样子 逻辑的样子 对了 我原来也有穿衣服 我穿了 但我没破,还是老样子 没错 好,演出继续 还是老样子 都是这样的爱綱敬叶 老闆 你知道你去了这段时间 我真的日夜都非常努力 加班看餐厅 好 他就像看似的 你真是天真 没有大没有小 老闆 你真是老闆这么辛苦 坐飞机下来 你倒杯水给他? 老闆 看 要不要做一杯 《来自猩猩的奶茶》 是否就是那杯 You are my destiny 奶茶 那一杯 是,就是这一杯 就是那一杯 就是那一杯 快拿过来 什么都我做了 那为什么你不去做呢 你真是没有大没有小 你真是博主 好了… 在那里吵怨霸 不然你吵到咸不进来 我为你们两个试问 朱飞汤老闆 你有所不知了 这只大只港 平时除了指手或脚之外 还很喜欢三安百咒 看 三安百咒 什么意思 3、2、1 抢 抢了 太抢了 啊,我觉得 深安百咒应该就是 无事生非的意思 就是有事没事 没有事情的 找事来找麻烦 我也想说来的 就是这个意思 谢谢 博主好厉害 那这个答案换给你 如果加分扣分 都算你的行不 那不行的 哈哈哈 这个假的 答对 太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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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确了 但你当中提到一个 无事生非 这个比较靠近了 其实就是 捏造事实 这个很重要 无中生有 才是最准确的 谢谢 好,OK 恭喜加上三百分 天真 喂,天真 大赤港那天做了些什么 我那天 只不过是跟禅仔明去医院而已 那天竟然说我是落仔 豈有此理话,大赤港 有没有搞错 你知道你这么说嗎 令天真很伤心 他以后怎么见人 还有 你这样就损害了 我们粤港茶餐的K文化 我…我怎么知道 你想想,这么多人他不找 又不见他找馮博 又不见他找星寒纲 又不见他找陈Sir 那为什么不都要找阿沙仔明 那谁人都以为他们 是什么的 朱飞拖老闆,你要帮我做主 要不是的话 我屁股不生了 停 我一直在回味一句台词 我和馮博就算了 为什么会去找陈Sir 陈Sir,我代你批评我们 而污辱你 四堂哥,你在这里污辱人 为什么陈Sir就不行 不是陈Sir,我没有说陈Sir不行 就是说他没有能力 陈Sir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不一定我说陈Sir 他污辱年,又到朱老师污辱 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人 命中注定要受污辱的话 那你就污辱我了 好,尽快正确先 其实这件事不关莫仔事 我们要解释个词 是匹炮 匹炮 准备抢答 没有没有,我 我看见你转过头来跟这边聊天 没有在聊天 看看了吗 我以后再看见你 主动转过头一次扣100分 OK 现在抢吧 准备 3 2 1 我把他想拦了一下 骇人 我相信你 好害人 这两个字你懂吧 这两个字你懂吧 大不了就掰咯 那服务员跟老板讲掰是什么意思 我走人咯 就是分手吗 走人咯 辞职咯,不干咯 包,不给你干咯 大概其实是这个意思吧 这是你帮我摁的对不对 五成帮摁的不算的 对不对 重信抢答 哎哎哎哎哎哎哎 来来来来来来来 打的对不对 打的对不对 对不对 好,五漏掰了是 对的,对的,对的 太厉害了 你永远是在那里瞎解释 但是呢 总是碰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是吗 他不是掰了吗 不是 我们呢是将枪讲成炮 啊 那就是托枪呢 就是托炮 啊 那如果呢,撇炮呢 就是把那个枪扔了 这是来自香港很多警匪片 他不敢说 我撇炮就把那个枪扔掉了 这个不是分手的意思 这个就是很生气的 准确的解释是很生气的情况下 辞职不干了 甚至连职都不辞就跑了 辞职是对的 加300 好,来,掌声谢谢 天真,你别这么冲动 冷静点 大家说 你看你做个好事 还不快跟别人说抱歉 喂 抱歉啊,天真 我也不想 大家同事一场,别生气了 最多大家以后 同路同步 最多以后我和你去医院了 你又想啊,做事啦 做事啦 做事啦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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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词需要大家去解释的 同路同步 准备抢答 3 2 1 抢 好 又想到了 应该就是 从字面上也同舟共济的那种感 就是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对 我们同吃同喝同名共争 同进同退 同进同退 对 可不可以当对呢 讲一句 对 对一半啊 对了 就是它共同的意思就是有了 但是这个锅和这个拌 表示什么呢 他们说不出来 好 那我们知道 锅就是吃东西 对吧 同锅就是一起吃 这个大家都很理解 但是同拌 是拌什么呢 当然就不是拌便 而是拌世界 就是工作 对了 但是呢 这是一句很江湖的话 你千万不要跟你的上师 特别是大学以上文化程度 毕业的上师说 喂 老师 我跟你同搂同搂 老师说 你当我妹人了 大家 好 我就个人家主意了 由于你这个 得不够全面 大老师又解释了 轻轻加100分给你 都无双大雅 加上100分 小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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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目前为止 知分如何 我们看看 初千为一千五百分 江超两千二百分 张琪两千分 初语一千分 咸鱼翻身规则 目前最低分者 和另一位选手 与考官合作 用粤语描述一件物品 逐一传话 最后估出该物品 估对的话 最低分者可以咸鱼翻身 分数翻倍 另一位选手 則加500分 猜错的话 最低分者分数清零 另外一位选手不扣分 是 要解读的 是 是什么 想好解说词 想好了 是吗?那来吧 好 在数码的世界中 经常会用到它 但是很多上多年纪的人 论盡一点,不太懂 年轻的人会灵活一点 就会用得很好 手和眼睛都经常一起用 有点好 记得 记得 拜拜 拜拜 后生仔非常喜欢玩的东西 老人家是不喜欢的 熟码的东西 熟码的不是熟码的 那你快点 好 清晰就很清晰的 好 不知道你能否知道是什么 这是一个数码产品 然后是学生仔很喜欢玩的东西 老人家是不喜欢的 你猜他玩过吗? 我觉得他玩过 他是老人家 以前也是学生的 你年轻的时候就有了 就是他以前的 这个不是传话 这个叫猜迷语 既然要猜 也很合适的 因为我觉得在老一辈的人 你算是完全不勾 老人家不喜欢 老人家不喜欢什么才行 他说而已 我没有说老人家不喜欢 年轻人喜欢的数码产品 太多了 行了,我也知道你难做了 那我找这个哥哥亲口跟你说一次 数码产品 老人家不太喜欢 年轻人好像很辛苦 好兄弟喜欢玩 手指 手指 经常搞的东西 玩玩 molto好 unwilling 目标 有眼年轻人 按空 一点 我跟老人家有什么关系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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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会轮转点 鼠标了 哎 真是被他误导到我们真是 又一个清零了 我说一个清零了 我少多了 小雨 婚又没了 来 然后回去做个留恋啊 有 目前这关女母意外 都是我们 雷主 姜超老师 我真是少看你了 好 然后同事要说 谁赢了今天的打赌啊 你赢了 你赢了 好 好 好 你是有眼光的 好 好 好 你看男人是看得比我准的 你总是误导的 当然了 初千为一千五百分 姜超两千二百分 张琪两千分 蔡宇零分 这就是你了 谁会在厕所装个指纹锁啊 你做人可不可以尊重一下评委老师 你去电视台卫生眼看 看看有没有指纹 你做人可不可以尊重评委老师 那我真的是加了六百分吗 有 我一千七了 有 鞭鱼做圈了 鞭鱼发生了 我的天啊 这样吧 是啦 我都可以了 但是万一你答错 你别说我是逼你 啊 别别别别 存在